中国互为最大邻国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两国本着高度互信 守望相助的精神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相互给予坚定支持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一个月内两次通话 为双方的抗议合作注入了强劲动力 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 加大相互支持 保持密切合作 携手 应对疫情 俄方在病毒源头问题上秉持客观公正 科学理性的立场 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任何政治化病毒源头 企图甩锅别国的行为都不可接受 国际社会应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合周共济 精诚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的公共卫生安全